是你们呀 陈天贵看见吴凡和饭水冰时 脸上浮现出惊喜 主动伸出手 热情地和吴凡握手 大声地说道真没有想到 在这里碰见你们了 看见这一幕 胖子更加呆了 不会吧 堂堂的县教育局长 居然对一个被城里同学都看不起的农村学生 如此的热情 这是要逆天了 陈局长呀 我们是来交办学申请的 饭水冰直接把来的目的说出来了 我们去局里找你 他们说你在开会 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 是吧 那么快就出来报告了 冰柜神速 何况我们的时间紧迫 吴凡说了 新学七十就不想看见桃园村那么小的孩子 还走几十里路去上学 所以要抓紧一切时间 饭水冰一边笑着一边把报告拿了出来 我很欣赏你们这种干练的作风 这样吧 回办公室去 我们再谈一谈 晚上我请你们两位好好的喝一顿 陈天贵似乎非常开心 接过报告后 拍了拍吴凡的肩膀说道 为了要得到结果 吴凡自然要同意 于是吴凡只好说道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 以后我去了你们桃园村旅游 你再请我喝酒就是了 哈哈 走吧 陈天贵搂着吴凡的肩膀 对饭水冰做了一个请手势 我的天呀 后面看见这一幕的胖子真正的目瞪口呆了 回到办公室 陈天贵亲自给两人倒上了热茶 然后把几个心腹召集过来 具体的讨论起 饭水冰起草的办学报告来 饭总呀 你们的办学报告 我们都看过了 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一座花园式的教学楼 非常的漂亮 能办成的话 应该真是学生的福气 只是你们招聘老师 列出的工资太那个了 一个副局长在讨论时 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啊 太那个了 是不是太低了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见有人提出了不满 饭水冰赶紧说道 这之前 吴凡已经和他讨论过了 就是不管教育局提什么意见 都要听从 反正目的就是要把桃园村学校开办起来 其他的都是浮云 砸多少钱也无所谓 反正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让桃园村民过得幸福快乐 海家 不是 不是 那个副局长连连摆手道 我不是说太低了 而是太高了 你看 底薪三千 奖金还不低于底薪 这太高了 你知道吧 我和陈局现在的工资 也就是四千左右 而我们一般一线的教师 才二千左右的工资 你们这招聘条件发出来 岂不是会影响我们老师的心情吗 啊 这样呀 这 这还真没有考虑到 饭水冰尴尬的笑了笑 并且看向吴凡 显然是看他有什么回答 吴凡看着那副局长问道 要是给你四千元左右 你愿意到我们桃园村去吗 那不会去 我在城里生活习惯了 山区还是不能适应 副局长连连摆手 这就对了 吴凡笑了笑 我们山区的条件艰苦 工资不高一点 怎么能招到老师呢 就是以现在这个工资 也不一定能顺利招到人呀 如今的人不都是一心向往城市吗 现在是要走回头路 对你们的老师应该是没有什么冲击的 这倒也是 副局长点了点头 将心比心吧 自己不愿意去山区 相信大部分的老师也不愿意去的 老宋呀 我们上午去桃园村你是没有去 其实吧 那已经不是你印象中的穷山村了 你知道吗 吴凡 他们已经在全国率先搞村民养老中心了 规模很大呢 还有搞生态浓庄 药材基地 不过 陈天贵却一脸笑意的指着那个副局长说道 老宋呀 你上了吴凡的圈套了 圈套 几个人面面相去的看着他 不知道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天贵接着说道 制药公司 全境旅游等 不出一年 一般的小城市都比不上的 所以肯定很多人会想去的 吴凡只是强调是偏远山村 所以工资高一些 其实现在交通便利 水泥路直接到了村里 以后肯定能成为全国最美丽乡村 你说是不是上了圈套 对 对 旁边几个和陈天贵一起去了桃园村的干部说道 可以预见 桃园村一定会成为最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吴凡他们强调是山村也好 可以让那些有爱心 想去山村奉献的老师主动报名 有机会去 而到了那里之后 就会知道 这一次的选择是对的 不仅工资翻了一倍不止 而且不管哪方面的条件都不差 甚至可以说要好过城里很多倍 原来是这样呀 对不起 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呵呵 那个副局长尴尬的笑了笑 紧接着他说道 吴凡呀 说句实话 我有一个亲戚今年师范学院毕业 现在还没有订好学校呢 不如让他去你们桃园学校 能给个面子吗 这家伙 见好处就上了 陈天贵开起了玩笑 旁边的同事也开心的笑了起来 吴凡很清楚的说道 师范学院毕业的 那叫我们桃园小学肯定是绰绰有余呀 只要他愿意去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何况有你这个副局长把关 那就行 吴凡 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我也不是以权谋私啊 你们按照你们的要求来 觉得他可以的话就聘用吧 不行就不勉强 不要以为我是用这个来做条件的 副局长做了说明 看来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好 我们知道 放心吧 吴凡点了点头 这时陈天贵说道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那么这个报告我签字盖章后 宋市局审批了 对了 我晚上私人宴请吴凡和范总喝酒 在座的都去陪啊 对了 老宋 把你那个亲戚叫上一起去呀 好呀 好呀 我待会打一个电话给他 宋副局长很开心的答应了 既然事情办好了 会议也就结束了 吴凡和范水斌从教育局出来 见时间还早 于是就来到了华诗天的诊所 诊所里人头攒动 多得出乎吴凡的想象 从门口看过去 嘿呀呀的都是人 根本就看不见华诗天 见吴凡和范水斌要挤过去 一个病人家属不满地说道 要排队的 哦 我们不是找他看病 我们是他的朋友 找他有事呢 范水斌赶紧解释了一句 那个人不再说话 而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俩进去 显然是在想 这华诗天年纪那么大了 还会有这么年轻的朋友吗 是你们来了 华诗天正在抓药 看见吴凡和范水斌后 身体明显地抖了一下 太激动了 好在 他记起来了 不能当着别人的面 叫吴凡叫师傅 于是就改口了 哦 你忙吧 吴凡挥了挥手 示意他别招呼自己了 那 那你们随便做 等我忙完之后再说 华诗天歉意地朝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就继续忙碌 华诗天本身就是一个老中医 医术还不错 只是以前中医名气渐渐没落 所以找他来看病的越来越少 后来信德无凡相助 给了治疗外伤和舌伤的神奇秘方 加上桃圆神丸的研发 让他迅速出名 并且一般的病确实能要到病除 所以来看病的人就蜂拥而至 华诗天一般都是先给病人看病 望闻问切 基本上都要做到 看一个病人差不多要五分钟 然后就是手脚并用的抓药 看上去非常的忙碌 不过无凡也不好帮忙 因为别人看见了 肯定会怀疑自己会不会抓错药 谁也不知道 这个年轻人才是真正的神医 一个小时之后 病人才终于都看完了 诊所难得的安静了下来 师父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华诗天坐下来后 主动的问道 是这样的 华大叔呀 我种的黑心莲马上能采收了 又要开始生产桃源神丸了 要你到那里去坐镇 就是不知道你这里能走得开吗 无凡直接说明了来意 是吧 既然是师父你开口了 我肯定要去的 不过能不能这样 师父 我反正也只是去做一个样子 真正生产还是靠你们 这样吧 反正你们村的水泥路通车了 我每天上午在那里 下午和晚上就在诊所 毕竟病人也不能不管 华诗天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然后弱弱的看着吴凡 吴凡想了想到 也行 反正我现在让苗翠花担任 制药公司的经理了 他会招人组织生产 你就是去指导一下 所以按你的去做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行 谢谢师父理解 我们喝两杯吧 华诗天松了一口气 就要去拿酒和杯子 不过 吴凡赶紧说道 不了 不了 华大叔呀 晚餐有人请我们吃饭 也快到时间了 现在就不喝了 好吧 挺你的 华诗天自然不能勉强吴凡 毕竟吴凡虽然年轻 但是他真正的师父呢 华神医 华神医 就在这时 门口有人在大喊 哦 什么事情呀 华神医应道 几个人同时朝门口张望 啊 吴凡看见来人后 也有一些意外地叫了一声 来的那个大肚子的女人 不赫然正是林妙吗 她戴着几个保镖 一脸忧虑的样子 你怎么在这 林妙进来后 自然地看见了吴凡 很是惊讶地问道 我和华大叔是望年交 所以在这里坐一下 吴凡淡然地答道 我明白了 我妈上次说了 华神医把配好的要交给你来替我们治病 治好了就是你的功劳 看来华神医和你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林妙冷声笑道 一想起 吴凡碌碌无为 却又老是要冒充神医来博取自家好感这件事情 就很不适滋味 不 不是这样的 大小姐华神医想着要解释一下 不过吴凡摆了白手道 你当我不存在好了 有什么事找华大叔 你就直接说吧 不 不 吴凡 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有一些话要单独和华神医说 林妙还是比较客气 因为他虽然觉得吴凡是一个无能之辈 是一个废物 但是父亲当初非要自己和他结婚 而且还要自己在真正危难之时找他帮忙 所以心里很复杂 只好对他不冷不热 吴凡疼地站了起来 扫尸了一眼林妙的大肚子 然后说了一句 好自为之吧 林家不能败在别人手里 然后他就和饭水兵走出了诊所 华诗天赶紧追着送了出来 陪着笑说道 师父 真不好意思呀 把你挤气走了 不 吴凡说道 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暴躁生气 我只是估计他有重要事情找你 我们在旁边确实不太方便 所以顺势走人 你进去吧 慢走 下次我再请你们喝酒 华诗天非常恭敬的 目送吴凡两个人离开 看来你和吴凡的关系确实不错 一而再地把自己的功劳算在他的头上 也算是用心良苦呀 林妙看着离去的吴凡和饭水兵 戏谑地对华诗天说道 华诗天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实话又不能说 说了林妙也不一定会相信 沉默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对了 华神医呀 你是怎么知道我爸身体有毒的 没有别人在这里 林妙直接进入了主题 就是那天 他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吗 我碰巧在医院 就进去给他把了脉 就知道他已经慢性中毒 快到了临界点了 要是再不吃药 可能过不了这个月 华诗天按以前想好的对策回答 原来是这样呀 华神医 你知道那是什么毒物吗 这个不知道 我只是从他的脉象 知道他中毒了 具体是什么中毒的真搞不清 华诗天如实回答 林天龙中毒的事情是无凡告诉他的 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是吧 那就打扰了 告辞 林妙健问不出别的东西 就起身告辞 他回来时没有通知母亲胡小英 从诊所出来后 就直接往林氏集团赶去 你是哪位不能进去 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车队竟然被挡在了公司门口 几个陌生的保安很粗暴地瞪着他 混账 这是大小姐 你瞎眼了 林妙身边的保镖大声地吼道 大小姐 对不起啊 不认识 请出示你们的公牌 里面的保安还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老大吩咐了 所有人的进出都要出示新的公牌 没有的人 除非里面有人来接 否则一律不准进 老大 是不是陈汉君 让他出来见我们 我们是大小姐的贴身保镖 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们 保镖又叫了一句 陈汉君 是以前的保安主管 也是林天龙的心腹 对大小姐也很忠诚 陈汉君 这个名字 我听说了 刚才被解雇走人了 现在的保安主管 经理都已经换人了 你有公牌就拿出来吧 搞关系是没有用的 我只认牌子 里面的保安理直气壮地说道 混蛋 我回自己家的公司 居然还被拦住了 你找死呀 林妙健 自己这个大小姐 回公司还被拦住了 特别得生气 指着保安骂了起来 大小姐 你别生气 我来对付他们 身边的保镖劝慰道 我看是你们找死 里面的保安大叫了一句 然后按下了警报 顿时 在一阵呜 哇呜哇的警报声响起之后 数十个保安 从各个角落里冲了出来 手里都提着棍棒 林妙身边的保镖 也是大惊失色 显然这已经突破了 他们的认知 公司怎么会突然 大批更换保安 而且连保安主管和经理 都已经换了 搞得这些人 不但不给自己这些大小姐贴身保镖的面子 连大小姐都敢拦 而且还敢召集兄弟武力阻挡 看着黑鸭鸭涌过来的保安 几个保镖也有一些害怕 于是把林妙挡在后面 一边说道 大小姐 情况不对 似乎已经翻天了 你赶紧联系一下德叔或者老板娘吧 这一提醒非常及时 让气得有些猛的林妙回过神来了 马上就把打了一个电话 给德叔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辜负了林老板的重托 电话刚接通 德叔就哭喊着说道 大小姐呀 你还在医院吗 跟你爸说一声 我对不起他 哎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急 慢慢说吧 林妙虽然心头一震 感觉到不妙 但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你之前不是打过电话给我吗 给别人听见了 那人向你妈报告了 说我背叛了公司 结果你妈把我解雇了 还派人打断了我的腿 我现在正在中医院住院呢 我都不敢跟你爸打电话告诉他 无脸面对呀 哎 德叔唉声叹气地说道 什么 连你也解雇还被打了 林妙听了后大惊 你就如同我们林家人 我爸把你当兄弟 我妈是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还把你也解雇 大小姐呀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妈可能筹化已久 现在趁着你爸不能动弹 就迫不及待地要实施自己的计划 现在林氏集团已经过户到了一个叫胡人海的名下 已经变成胡家的 可以说不再是林氏集团了 所有的原来你爸和你的心腹 包括安保人员都已经完全换掉了 你们林家现在在林氏集团面前 就已经是外人了 天呀 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这可如何是好呀 大小姐 你要保重 以图东山再起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帮不到你们的忙了 请原谅 再见 得书说完这几句话后就挂掉了电话 林妙呆立当场 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于是他马上拨打了胡小英的电话 林妙 怎么了 有事吗 那头传来了胡小英中气十足的声音 妈 怎么回事 公司保安都换了 我回到门口了 居然不让我进来 不知道我是林家大小姐吗 林妙直接开口问道 林妙呀 有些事情吧 也是到了 该跟你说清楚的时候了 首先 你并不是我和你爸的亲生女儿 是你爸偷来的野种 第二呢 现在的林氏集团已经过户到我们胡家了 对了 不是我的名下 因为如果是我的名下 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你爸也有一份的 是过户到另一个姓胡的名下 所以 你是不是林家大小姐已经不重要了 公司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了 明白吗 妈 妈 听了胡小英的话 林妙犹如舞雷轰顶 忍不住大声质问 妈 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林氏集团可是爸爸的心血 你怎么能独占 那边的胡小英非常得意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林妙的手机掉在了地下 他感觉到眼前惊心直冒 然后双膝一软 就瘫倒在地下 大小姐 大小姐 保镖见他突然晕了过去 大惊 赶紧呼叫救护车 很快 救护车来到 把昏迷不醒的林妙拉到了县中医院 这可是大事 保镖不敢拖延 马上就直接拨打了林天龙的电话 在听完电话的瞬间 林天龙两眼发白 身体一挺 也晕了过去 他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胡小英不仅真的要置自己于死地 而且还心狠手辣 在自己没有死时 就已经动手 把林氏集团控制在他的手上了 吴凡和范水冰已经来到了天水大酒店 来了 来了 已经等在酒店门口的陈天贵和宋副局长一行人见到他们俩个 赶紧上前几步 亲切地握手 啊 还让你们在这里等呀 真不好意思 吴凡见一众官员居然等着自己 实在是有一些感动 应该的 应该的 虽然我们是上级领导 但是你创办学校 一切为了村里的孩子 让我们非常佩服 陈天贵非常真诚地说道 谢谢 谢谢 我们天水线有你们这么开明的教育系领导 以后的学生一定能快乐健康地成长的 好说好说 这时 陈天贵指着宋副局长身边的那个年轻女孩子说道 吴凡呀 这个就是老宋的侄女 叫宋子玉 对 对 吴凡 我下午跟你说的亲戚 你多关照呀 老宋自己当然也赶紧表态 你好 你好 宋子玉朝吴凡奄然一笑 主动伸出了手 吴凡仔细观察了一番 这个女孩子长相倒一般 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盼上去也是落落大方 而且脸上带着笑 应该是一个开朗有爱心的女孩子 做老师可能是最适合 于是他也非常开心地说道 宋老师 能认识你是我们桃园村的福气呀 哪天去我们桃园村看看 嗯 明天就去 我叔叔也说了一下你们学校 我感觉到很新鲜 迫不及待地就想去尝试 宋子玉非常自信地说道 行 那明天我们就在桃园村等你 见他们那么谈得来 旁边的几个人也是非常高兴 看得出来 陈天贵确实是有眼光 非常看好无凡 所以这天的晚宴办得非常丰盛 除了满满一桌子菜外 还上了果酒 也就是上天鲜酒 1400多元钱一瓶呢 平时只有宴请比自己高级别的领导 他才舍得用这样的酒 酒醉饭饱之后 宋副局长提议道 陈局 这样吧 反正大家兴致很高 不如我接着请大家去喝歌去 这不违反纪律吧 你私人请客 又是周末的时间 自然不违反纪律 正好 我也好久没有去唱过歌了 吴凡 一定要给老宋的面子呀 陈天贵笑嘻嘻地拍着吴凡的肩膀说道 吴凡想了想 自己要办学校 当然离不开这些教育系统领导的支持 何况还是他们请客呢 这样的机会也不能错过 于是非常客气地说道 这样吧 去当然是可以 但是我来请客吧 不 不 宋副局长连连摆手道 吴凡 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了 以为我请一顿唱歌的钱都没有吗 再说呢 你来到县城 就是客人 我们当然要尽地主之意 你要请客的话 就到了桃园村再说 行吧 今天上午 陈局长他们都是匆匆忙忙地走了 中午饭都没有吃 这样吧 哪天一起再去我们桃园村看看 我好好的请大家吃一顿 农村里有的东西都奉上 只要不违法的山珍海味都搞上来 吴凡见他那样说 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行 行 说定了 走 去唱歌去 送副局长挥了一下手 一行人就一步朝酒店的八楼走去 那里是夜总会 也是天水县夜生活最丰富的地方 吴凡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于是他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就走出了包厢 里面的音乐声实在是太震撼了 哪听得清楚电话的声音呢 电话是温敏打来的 告诉吴凡说黑心连后天就能采摘了 哈哈 后天能采摘了 也就意味着能生产出桃园神丸了 就有钱给刘慧芳建设生态农庄 还有钱来建设桃园学校了 多好呀 所以吴凡挂了电话后 哼着小曲往包厢走 脑子里还在想着生态农庄和桃园学校建成后的样子 就在这时 对面来了一群人 显然是喝醉了 走得东倒西歪的 直接撞在了吴凡的身上 吴凡也是想兴事去了 没有注意 要不然哪那么容易被他们撞到呢 他可是练了功夫的人 加上有了奇遇 喝了千年蛇王的血 又被雷击过 力道非常之大 就算没有防备之下 也是稳弱泰山 而对面撞到他身上的那两个人 竟然直接倒地 找死呀 其他的人勃然大怒 不问青红皂白 上前就揪住了吴凡的衣领 怒斥道 你走路不长眼睛吗 居然敢撞我们林氏集团的人 林氏集团 吴凡冷声道 你们不说是林氏集团的人 我或许可以放你们一马 你们撞上了我 却还恶人先告状 还用林氏集团来吓我 那就是找死 说完 吴凡双手同时猛地往前伸 直接揪住了两个掐自己脖子的人 然后轻松地把他们举了起来 再往地下猛地一拍 两个大汉像是泥娃娃被拍在了地板上 发出剧响后 在地下挣扎着 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找死 见吴凡那么厉害 其他十几个人大叫一声 刷刷地掏出匕首 就朝吴凡冲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就在这时 那些人的后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叫声 有人打伤了我们的兄弟 这些人暂停进攻 朝后面的人答话 找死吧 还敢打伤我们林氏集团的人 是谁呀 让我看看 声音过后 前面的人让开了一条道来 真是辣眼睛呀 我的天呀 面前来的是两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下午才在这个酒店大堂 和自己发生了冲突的胡仁海 难怪对方叫他什么胡总 而那个和胡仁海搂在一起 一脸媚态的女人 才是最让吴凡震惊的 因为那不是别人呀 赫然正是自己名义上的岳母 也就是林妙的妈妈 林天龙的妻子 胡小英 吴凡心中怒火生疼 这个女人 自己的老公还躺在医院里面呢 他居然在这里花天酒地的 而且还和比自己小了二十来岁的男人 如此暧昧 实在是可恶 从胡仁海叫他叫干妈 而且还全是如此之大 直接把胖子炒鱿鱼 完全不顾同学之情 就可以知道 他和胡小英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胡小英虽然四十多岁了 但是天生丽质 加上保养得当 看上去其实也就像二十几岁 所以他们在一起 看上去更加像是情侣 而不是干妈和儿子 于是吴凡指着他们 冷冷地说道 胡仁海 我警告你 把你的爪子从他的身上移开 他可是有夫之妇 你这样做成何体统 胡小英可能还尚存一点羞耻感 突然看见自己所谓的女婿在对面 还是本能地叫了一句 脸色红红地挣扎了一下 显然想要正开胡仁海的手臂 不过胡仁海不知道是吴欣雅 还是有一挑衅 反而把他搂得更加紧了 吴凡 你是羡慕极度恨吧 我能认林氏集团的老板娘当干妈 还能搂着他 呵呵 你这个小农民这一辈子都别想 怎么了 我不松手 你还敢打我吗 这些可都是我新招的保镖 都是特种兵退伍的呀 你敢打试试 试试你就会试试 哈哈胡仁海放肆地大笑 不过 他的笑声却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 这是因为吴凡突然暴跳而起 直接拨开胡仁海前面的两个大汉 然后如猛虎下山一般地扑向了他 在接触的瞬间 一记重拳打在了他的肚子上 胡仁海在把胡小英带倒后 身体静止朝后面飞了出去 再猛地砸到过道 一边的墙体后 才倒在地下 此时此刻的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人都猛了 除了本能的惨叫之外 连挣扎爬起来都不会 原来还围在旁边跃跃欲试的那些保镖 见吴凡如此勇猛 闯入自己这边 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顿时都吓怕了 本能地往后退 反正自己是打工的 在关键的时候 还是保住自己的命更加重要 你们这群废物 给我上 你唾磨得居然和小白脸如此亲近 我就真的不能忍了 我们男人 不是被你们这些女人用来背叛的 如果你还有一丝良知 赶紧回去照顾林叔叔 否则 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吴凡指着胡小英呵斥道 打死他 从地上爬起来的胡小英脑羞成怒 气急败坏地指着吴凡吼道 胡阿姨 如果说 你以前只是瞧不起我 处处羞辱我 我尚且能忍的话 但是今天 你老公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动弹不得 他从胡人海对胡小英的暧昧程度来看 已经能推测出 他们可能并不是干儿子和干妈之间的关系那么简单 而是胡人海已经干了胡小英这个 像自己妈一样大年龄的女人 自从发现林妙和雷蒙的婚外关系后 吴凡对女人背叛男人是最为恼恨的 所以抛开林家和自己的恩怨不说 只是因为胡小英背叛了男人 感同身受的吴凡也难掩怒火 被吴凡的一席话 骂得脸红一阵轻一阵的胡小英 并没有幡然醒悟 而是更加恼羞成怒 他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道 都给我上 打死这个废物 砍他一刀奖励一百万 打死了他奖励一个亿 给我上 给我上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何况要是不听令的话 轻则责备 重则炒鱿鱼 打工的人谁也不想面对这个结局 于是二十来个保镖豁出去了 甩着明晃晃的匕首 就朝吴凡杀了过来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暴怒之下的吴凡像是一头雄狮 大吼一声 暗运全身争气 然后双手接连往外面轰出去 轰轰一道道强劲的风声响起 同时一道道无形的气浪 自他的双掌喷出 猛地拍打在前面低那些保镖的身上 那些保镖神色大汉 他们没有感觉到 无凡的双手落在自己身上 却感觉到犹如被重磅炸弹撞击 身体猛低一紧 然后身不由己的就凌空飞了起来 十几个镖形大汉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全部倒在了一堆 因为他们手里都拿着匕首 在倒下去的时候 匕首不长眼 可能刺中了别的兄弟 结果响起一阵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看见这一幕 胡小英第一次感觉到了吴凡的恐怖 吴凡像是杀神一样站在自己面前 再也没有了当初做上门女婿的那种软弱 胡小英吓坏了 身体不停地发抖 也不敢再说话 反而只能用惊恐 甚至是哀求的眼神看着吴凡 希望他不会对一个女人下手 吴凡扫视了一下 那些躺在地上的标形大汉 然后转身就走 他不想给里面的陈天贵 他们惹上麻烦 如果胡小英知道里面的是自己的朋友时 可能会迁怒于他们 于是吴凡直接转身朝夜总会的大门走去 虽然外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打斗 但是由于各个包厢里都在放声高歌 或者是进行暧昧的活动 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听到声音后出来围观 因此也没有任何人阻挡吴凡的离去 怎么办 干妈 胡人海艰难地爬了起来 捂着肚子 一脸痛苦地看着胡小英问道 算了 先别惹他 胡小英指着胡人海的额头 有些担心地说道 现在是多事之秋 我们刚把林氏集团搞到手 一定要提防林天龙的人反扑 所以集中精力对付他的人才是 这个废物暂时不用管他 走呀 起来 滚 胡人海对那些还一脸痛苦表情的保镖骂道 请你们来吃干饭的呀 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个废物 回去 一行人非常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夜总会 吴凡回到包厢过道时 看见范水冰和宋子玉正在那里张望 似乎很紧张的样子 于是就赶紧走了过去 吴凡 你去哪里了 范水冰看见了吴凡时 如是重负地叙了一口气 快速朝他跑过来 拉着他的手急切地问道 听说刚才这里发生了打斗 我们还以为是你呢 担心死了 吴凡摆摆手 笑了笑道 没错 正是我 几个醉鬼撞到了我 却还要动手打我 我教训了一下他们 放心吧 我怎么会有事呢 有事的是他们 那倒也是 吴凡你的伸手还是知道的 走 进去 再陪我唱一首歌 范水冰笑嘻嘻地说道 拉着吴凡走了进去 而宋子玉一直在边上 带着浅浅的笑 看着他们 啊 怎么都喝醉了 吴凡进去后 看见陈天贵 他们都一脸醉泰的 躺在沙发上 而没有一个人在喝歌时 颇有一些意外 我叔叔他们因为有纪律 平时是很少出来喝酒的 今天是为了宴请你 心里高兴 所以喝多了 宋子玉替他们解释了一下 这样呀 那我真是非常感动 我一个小农民 却让这么多领导宁可最多要陪我喝 吴凡 你是一个人才呀 教育系统的领导都是稀才的 好了 让他们休息一下吧 吴凡 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听 行吗 宋子玉开朗地说道 好呀 先鼓掌 后欣赏 吴凡带头鼓掌 谢谢 宋子玉开心地朝他们笑了笑 然后润了润喉咙 做好了高歌一首的准备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泪在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一曲婉转忧怨的歌声 马上回荡在包厢里 吴凡很欣赏地看着宋子玉 觉得她的声音太好听了 圆润又有灵性 简直就好过原唱 不过听了一会儿 吴凡神色却有一些落寞 端起杯子里的酒 一饮而尽 因为只要听到这首歌 她就会想起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许轩 到了晚上的十二点 这一场快乐的活动才结束 因为吴凡和饭水兵都喝了酒 所以考虑到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安全起见 陈天贵他们特意给两人开了房间 然后才告辞回去 天水县中医院 林妙睁开了眼睛 看见四周的白色墙壁 还有头顶上的药水架子 闻到略有一些呛人的消毒水的味道 她就知道 自己应该是到了医院 只是和以往自己住院 旁边有多人守着不同的事 房间内特别的安静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种情况完全不像是一个大小姐的待遇呀 是保镖送我到医院来的吧 他们人呢 怎么也不请一个护工守护自己呢 想到这里 林妙按下了床头的呼叫铃 醒了 有哪里不舒服事吗 一个护士很快就走了进来 热情地问道 那啥 我昏过去多久呀 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 林妙开口问道 你呀 昏过去有五个多小时了 不过 你倒地时是慢慢倒下去的 没有压着胎儿 然后救护车很快到了现场 对胎儿采取了特别的保护 所以胎儿没事的 你只要再休息几个小时 也没事的 放心吧 护士非常肯定地说道 这样呀 那谢谢了 对了 我的那些保镖呢 他们一直在外面守着吗 林妙看着门口问道 他们呀 把你送到这里后 几个人把钱凑够 然后就离开了 还说让我跟你替他们说一句对不起 他们也要养家糊口 要去重新找工作 以后不能保护你们一家人了 护士略有一些伤感地说道 唉 林妙叹息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了 护士显然也知道 这话对一个女孩子有一定打击力 于是 见林妙没有说什么时 她摇了摇头 也就离开了病房 两行泪水从林妙俊美帝脸蛋上滑落 人走茶凉 林氏集团已经被胡小英控制了 自己的银行账户冻结了 也就是说已经是一个穷光蛋了 哪还养得起保镖 这些保镖还算是忠心 把自己送到了医院 还把药费凑足了 自己难道还指望别人爱心发电吗 那太不现实了 以后怎么办 自己挺着一个大肚子 显然是没有办法去对抗胡小英的 于是 在考虑再三后 林妙拨打了林天龙的电话 不过接电话的却是 医生 很清楚地告诉了 你爸爸突发脑溢血 经过抢救后 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已经成了植物人 除非有奇迹 否则不会再醒过来 呜呜呜 林妙双手掩面 痛哭不止 现在怎么办 父亲是一座山 是自己的依靠 现在这座山倒下了 还有谁能帮自己呢 对了 找吴凡吧 父亲不是说了到 迫不得已的时候 可以找吴凡帮忙吗 林妙擦了擦眼泪 能帮得上什么忙 再说了 就算他能帮忙 自己又怎么有脸面对 当初在家里 自己和妈妈 是如何羞辱他的呢 当时 不就是因为他太穷了 要给前替父亲治病 才当上门女婿的吗 就开始拨打吴凡的手机 不过 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数字没按时 他却突然又按下了取消键 手机无力地放在了被子上面 找吴凡有用吗 他不过是一个 桃源山村的农民而已 就因为他的地位低下 是一个农民 自己和妈妈 就不把他当人看 如今自己也成了穷人了 又怎么有脸面对他呢 如果他知道 自己邻家到了这个地步 只怕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会说自己恶有恶报吧 所以宁可饿死在街头 也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处境 林妙这样决定后 反而坦然了一点 他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空气 这一晚注定都是不眠之夜 以后该怎么办呢 还是先熬过这个晚上 明天天亮了再想办法吧 人只要没有死 就还能看见第二天升起的太阳 林妙从病床上下来 找到护士 办好了出院手续 他本身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当时在听见妈妈说公司已经变成胡家的了 连家里都不让他进 账户也冻结时 一时急火攻心 所以才晕过去的 休息了一个晚上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应该就没事的 大小姐 你 你怎么来看我了 同样是中医院 正躺在病床上的德书 见林妙居然挺着大肚子进来时 非常惊讶 同时也很感动 眼眶都红了 他想起来迎接 但是那条断腿却让他有心无力 只好继续躺在床上 一脸愧疚地看着林妙 说道 对不起啊 大小姐 我的脚断了 根本爬不起来 我知道 林妙善解人意地摆了摆手 他刚才从病房出来后 就想着去看望一下德书 毕竟他是为了林家的事 而被胡小英的人打断腿的 自己是林家的大小姐 应该去探望 而且自己就在同一家医院 很方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看他能不能帮自己想到办法 来对付胡小英 重新把林氏集团夺回来 这时旁边一个女的 应该是德书的亲戚 拉了一条椅子过来 苦笑道 你坐吧 林妙也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挺着一个大肚子走路 都是非常辛苦的 站久了更加受不了 你怎么来了呢 我一个管家 怎么能劳烦你大家来看我 见林妙一脸忧愁地坐下来后 德书再一次表达自己的感激 林妙苦笑述声 然后说道 德书呀 你不知道 我 我们林氏集团 林妙把林氏集团的变故 和自己父亲 又突发疾病的事情 告诉了德书 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 无助的孩子 所以话没有说完 早就泪流满面了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你妈 你妈 怎么那么无情无义 这么快就已经行动了 德书听了后 显然是非常震惊 老脸通红 身体剧烈地起伏 不会吧 他可是你妈 怎么可能那样做呢 旁边那个女人 递给林妙纸巾的同时 不解地说道 他派人打伤了阿德 还有可能是担心 阿德会坏他的事情 可是你是他女儿 他的东西不就是你的吧 怎么如此对你 我爸说了 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德书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林妙擦了擦眼泪问道 啊 不是亲生的 两个人同时惊叫了一句 我不知道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虽然我在你家 做了十来年的管家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和你妹妹 不是他们亲生的这回事了 不过我估计 你爸说的是真的 否则你妈不可能会 对自己的老公 和亲生女儿如此狠辣 这是不给你们 留一点火路呀 德书摇头叹息道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德书 林妙无助地说道 哎 真是没有想到 堂堂的天水线第一豪门 竟然会落到这个局面 胡家的人是畜生呀 肯定早就计划了 要不然也可能给你爸下药 现在怎么办 你爸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我也被打断了腿 你一个女孩子 又挺着大肚子 如何能是他们的对手呢 我一时之间也没有了主意 你父亲的那些忠臣 似乎也不敢再管这事了 怕报复 我就是一个典型呀 德书也是爱莫能助的表情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 几乎就是泪眼对泪眼 无奈对无助 从德书这里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林妙非常的沮丧 她从手提袋里摸了一千元钱出来 给那女人说道 这些钱给德书买点营养品吧 好好保重身体 这一千元钱是他目前唯一在身上的现金 德书在林家工作了十几年 非常的忠心 他受伤后 自己作为林家的人 来看望他是应该的 所以林妙没有多考虑 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了他 保重身体呀 在林妙走时 德书老泪纵横的说道 你也保重 林妙点了点头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他无法面对林家的老臣 怕自己会控制不了 而嚎啕大哭 离开医院后 林妙来到了林家别墅 果然 门口的保镖都是不认识的 干什么 当林妙靠近时 保镖警惕地问道 我是林家大小姐 这是我的家 我来做什么 你眼瞎吗 林妙柳梅竖起 瞪着他们说道 大小姐 一个保镖弱弱地说道 我们胡总说了 只有他允许的人才能进去 你最好联系一下他 林妙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用指纹开锁 不过 平时他手掌一碰就会开的大门 却纹丝不动 换锁了 果然很呀 妈 妈 胡小英 胡小英 你给我出来 出来 林妙本能的开始还是叫妈 后来回过神来了 对方没有把自己当女儿 父亲也说了他不是自己的亲妈 索性就直呼其名了 不多久 二楼 阳台上就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 林妙只感觉到脑袋嗡嗡直响 林妙并不认识这个男人 但是这个房间可是父亲和妈妈的房间 平时连自己和林英都不会进去 这个男人却穿着睡衣从房间走到了阳台 这就是说他可能和妈妈昨晚就睡在这里 天呀 父亲还在医院躺着呢 妈妈就给他编了一顶绿色的帽子了 你是林妙呀 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呢 直接喊你妈的名字 没有一点较养 阳台上的男人指着林妙 很是生气的说道 你是谁 你怎么在我爸的房间里出来 林妙大声递质问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